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九妹 今天就找找习车 收拾一件行李就回家了 还有什么需要拿的吗 你看那些充电器还有其他的 收拾一下 这里虽然是酒店 这个是户口本 记得拿哦 虽然是酒店 但是龙虫不有狗屋 还是在家里睡得安稳一点 这就是这里的特产 盐水呀 就买一个回去 给家里让尝一尝 原來視羅 要拍下這個 frontline beef 我覺得這要畫 他們又去怎麼玩 要畫啊 還比較穩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 玩去排隊 哈哈哈哈 要不要大鱼各回家 哈哈哈哈 哈哈 就是 教師 哈哈哈哈 我們上車吧 我們上車 師傅 這裡去機場用多一點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大城市就是不一樣 好多車 現在都 這個車都是緩慢的 要刷一次 哇你們看 那邊好多好多的雪沒有融化 還好玩哦 看那邊 一大片一大片 嗯 嗯 我们到机场了 我们到机场了 我们在这里进去吧 来到机场了 我先把机票拿好 不好了 在行李就去找一点早餐吃 早早起来还没有吃早餐 这里就是南京机场 我们已经安检过了 现在就进里面来逛一逛 出来逛了两天 比在家里干我还要累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手跟脚都感觉到好冷 但是太冷了 眼睛透不了血了 走这个机场好几公里 走好久才走到镜头 原来还有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总结来说 这两天到了南京 也挺开心的 也感谢江苏卫视的细心的招办 感谢金鸡头条西瓜视频 给九妹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也感谢朋友们 一直以来对九妹的机器 能找到今天 就感谢了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又准备救当机了 那我们上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大家想了解九妹最新鲜的土特产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 来西瓜视频 关注九富九妹 拜拜